咱呢还是接着说说黄延秋的神奇经历吧 眨眼的功夫 突然间他就从河北农村老家 曾来到了江苏省省会南京 你说一时之间他能够发光 就在黄延秋啊 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身边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变个这个命令 他都问我 你走走走你走 我在那快乐他问我 你走走来 但是他上天问了 我是也不知道走得出来了 自己想着回去 他说这样吧 我给你买个这个车票 来上岸了吧 我给你买个车票 那我送到这个护车站 送到我山车 那个民警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怎么知道他们是民警呢 穿这个半衣服 他这个半衣服上都有这个家长 他认为这个阿北都是这个民警啊 1977年呢 铁路公安和那个地方公安 大家都一样都是穿着那种 下边是蓝色的裤子 上边是白色上衣 然后有两面红色的这个领章 都在放在这个领的两边 黄延秋说了 他一架醒来之后啊 就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没有喷水的大池子旁边 咱也不清楚 这是否就指的是位于南京市中心的玄武湖 反正啊 就在这个池子附近 他又遇见了两个神秘的 类似民警的人 对方呢 还送给他一张火车票 把他送上了距离玄武湖 只有两三百米远的南京火车站 目的地是哪啊 上海 特别这个上海啊 又这个掐送站 这两个民警 他为什么跟你乱票呢 你们一靠里面那些事 你们一笑 你该不用不能气管 我们派上个织入路 咱们把刀准了 他剩一辈儿 又是给他织了个命路 那都是能毁 你也脚脚都做 这两个神秘的像是民警的人 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帮自己 这些都让黄延秋拮不透 而此时 在河北肥香县的北高村 也就是黄延秋的老家 他神秘失踪的事 早就成了村民们 无人不晓的奇闻了 我呀就不再有了 不再有了 以后我就去照顾他好一天 您觉得这件事情奇怪吗 我觉得挺奇怪 奇怪在什么地方呢 奇怪 我呀这个孩儿 这那儿没了不假的 姐姐去那儿是不可能的 再说你 像东西你去那儿 你就是黄儿鸡肉 那事儿在教人 都给你费用不及 还真是这话 那是1977年 那年头日子过得都挺紧吧 还有闲心去南京 还上海去逛 就算你有那份闲心 你也没那闲钱呢 这事儿越想越蹊跷 黄延秋 一宿的功夫 居然从河北 他们老家 到了南京 接着又去了上海 哎呦 他究竟咋过去的呢 有什么能证明呢 你买了 一宝 我去哪儿的 我去哪儿的 这个我去哪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